硬氧缺氧,這個就是處理 去氯除氮除氮 它也是用生物處理 它的差別就是,耗氧是處理 我提供它氧氣,然後那些生物是可以 透過代謝的方式 產生 把有機物處理掉 那這個是因為 他們特殊是因為我們有 找到那些細菌就是硬氧菌 它是可以去處理 它是把透過一個硬氧的環境 就是不提供空氣 但是經過攪拌均勻 它可以,因為細菌很多嘛 有的喜歡有空氣,有的不喜歡 那艷氧的部分可以去 它有一個磷酸根菌 它把磷變成磷酸根 然後另外一個缺氧 它有把氮,它是脫氮 脫氮的效果 這個淺藍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核心二級處理 那接下來這個 紫色這個就是我們三級處理的前段 所謂化學處理的這個部分 好,它透過